报韩国短道一姐更衣室非法窃听 知情人 派系斗争严重 大家都偷偷录音 冬奥短道苏华冠军沈希希 最近成为韩国媒体的焦点人物 据Chozen等多家媒体报道 这位名将有在更衣室内非法窃听行为 此外 韩国短道对内派系斗争严重 教练还要求崔敏靖主动将金牌让给沈希希 沈希希近日备受关注 与教练的短信内容被曝光 她辱骂队友 以及涉嫌故意撞对友等行为被公知于众 还有遭到照在犯性侵案件的更多细节也被披露 除了这些 韩国媒体还披露沈希希更是短道对窃听门的女主 首尔警察厅透露 已经接到了有关沈希希的举报投诉 指控沈希希在平昌冬奥会期间 窃听其他人对话 将展开调查 韩国CBS电视台 公开了沈希希与国家队教练的短信内容 证实了沈希希冬奥会期间在更衣室录音 平昌冬奥会1000米预赛结束后 韩国队讨论接力决赛接棒顺序 沈希希告诉国家队教练A某 我把录音开着 放在更衣室里 所以说话小心点 用短信吧 教练回应道 知道了 不得不提的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运动员 在接受韩媒采访时 透露由于在奥运会期间 选手不信任教练 因此窃听事件在队内非常普遍 据我所知 不仅仅是沈希希 其他选手也在录音 因为没有信任感 对于为何缺乏信任感 这位冬季选手表示 互相窃听的主要原因是 韩国体育大学 和非韩国体育大学的派系斗争 互相伤害 所以进行了录音 一些选手害怕在比赛或训练中被攻击 因此去录音